我太太都會說 妳稍微放輕鬆 孩子就是會對 然後我就會問他說 那要哭多久 過去訪問過很多 男老的巨星 現在發現 他們都很可愛 明星們真的好好 好好控制喔 黃子椒當霸手露臉 在天使寶寶 被問第二胎進度 下出鬥雞炎 那天太太看到那個便便 說很像日本料理 大膽的想法先不要喔 16號是黃子椒 升格當霸後 收度露臉出席記者會 加入曬王行列的他 每天都會在固定時間 分享女兒黃玉銘的照片喔 現在還有出現其他酸明 其實我覺得蠻衰的 因為明明有幾百個留言 我就不小心滑到這個 也因為這樣子 我也感受到很多 正向的力量 很多朋友會當我的後盾 去支持繼續曬下去 也不知道能曬到幾歲 其實再大一點 我們就會停止了 但現在是趁著他 還不懂事的時候 趕快多曬一點 以後他可能會制止我 說爸爸我要自己開墳磚啊 所以蕭哥你覺得當爸爸之後 最大的改變是嗎 有一個長大的牽掛 這個牽掛不一定是很喜悅 我現在人在陽眉 可是我心在月中 我都還可以睡過夜 那寶寶現在也可以睡過夜 可是反而是我太太 就是要起來擠奶 我其實很困 但是也很心疼 我通常都會起來跟他說一聲 寶貝辛苦了 然後幾歲 可能會擔心產後瘦身的問題 非常擔心 那我會罵他 我說你現在做月子 你不做好了 後患無窮 我覺得女演員還是有某種的 經驗精神 因為她七月就要開工了 原來很擔心 她有代言 可是我說你手腳 真的沒有問題 你又沒有要拍裸戲 誰看得到你肚子 只有我嗎 那還要第二攤嗎 哈哈哈哈 我還沒滿月會寫牛膏 神吻啊 現在問起來有什麼關係 人生很難講耶 不知道最近撇了多少現金 你都不知道 我老實講啦 其實耿如是很希望海底有賣 可是呢 經過這一拍 這一個多月 從出生前開始睡不好 必須坐著睡 到生產時候的疼痛 到這將近一個月的 未如的過程 她好像有一點點 想要打住 這個類不是因為不開心 是因為身心的負荷 壓力是挺大的 所以如果要再來一個 或是接著再來一個 可能她自己會思考一下 然後我還會尊重她的意見 所以二胎的事情 就再說吧 好 太太 很高興買去你 好 這不會很膩 不要唱我話 這是我點的 這是我點的耶 你看這邊看到了什麼 唉 最後 第一個大樓的角色 對我讓我 不開心 不開心 大家你的那個喇叭 我還那個飛機的 砲砲砲砲 他哥最怕的 他還有憤怒子在裡面 憤怒 我一直忍你不在 我一直忍你不在 唉呀 我一直忍你不在 我一直忍你不在 唉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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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唉呀